歡迎回來城市論壇 我們繼續講副學士的問題 剛才講到如何提升質素 如何擴大大學生的比例 究竟應該怎麼做才好呢 最近有個說法 不如請政府借錢給副學士學位的畢業生 出去外面讀 其實這是否一個適合的建議 台灣的朋友 大家好 我在嶺南大學 讀副學士 讀社工 回應主持的問題 其實我自己覺得 不應該資助去外國讀書的人 因為其實你說培養人才 借錢就說不是資助 是 借錢 屬於另一種資助 但是你培養人才 你應該留在本港發展 你去了是不是外國流失呢 其實我覺得副學士最大的問題 可能是 會不會是真的自資的問題 因為大家 有什麼期望 有什麼什麼 其實都是來自 大家 在學院宣傳 大家都在競爭 都說要有多少入學率 有多少升學率 有什麼 其實是有問題的 還有 你說到資歷那裡 其實我覺得質素 其實大家都沒什麼問題 但是 始終都是大家競爭 越鬥越便宜 大家沒有錢 沒有搞下去 好 謝謝 後面一位同學 剛才發言的同學 就是 基本上 越是顧香明 他的看法是 我都在城市大學讀 副學士課程 剛才也有嘉賓說過 其實讀完副學士課程 未必一定可以繼續升學 可能你想要出來就業 但其實 講回 現在香港 僱主 對副學士同學的認受性 也都不高 就算其他僱主 其實都不知什麼叫副學士 你畢業之後 覺得你跟中七沒有什麼分別 又或者 其實就算政府 說自己 都只有13個職系 會請副學士的同學 但其實實際數字 請了多少個畢業生呢 就算一些很實際的行業 酒店 旅遊業那些 其實 他們僱主認為副學士 其實跟中七差不多 完全對同學來說 是很不公平的 我投放了這些時間 這些錢 我一心想著 完成這個大專教育 可以得到一個好的認受性 但是這個社會 和政府是完全給不到的 好 對於同學的遭遇 我心表同情 但是 其實呢 出來做事之後 最實際的是 你的工作的表現 希望 你們做事的時候 努力地工作 相信僱主一定會發掘到 你們的潛能 好嗎 請等待先生教授 台下繼續 那我就是這個 羅善堂良籍委紀念中學的同學 我想問回楊主任 他剛才又說到 67% 就可以繼續升學 那些副學士的同學 他升學懂海外的大學 是一些海學好的大學 還是 所謂的美國野雞大學呢 第二個問題 就是 政府一直想說 在大專改革那裡 就是 投入多些私營的大學 但是他做了些什麼呢 第三個問題就是 三三四已經開始了 那三一年之後 那副學士是否都繼續 還是停了去呢 好 麻煩你 都是關注到 談接之後質素的問題 請 其實這樣 你副學士課程 你說 就是 免色或者低色貸款 讓他去海外升學 但為什麼我們一直 把這個焦點放海外升學呢 現在因為他的 升 為什麼我們一定要把這個 著眼點放在入學率 就是升大學的比率 而不去 改善他的根本 就是 不去提升他們學生的素質 那就變成了貴精不貴多 就是這樣 如此一來 那跟大學的銜接 會更加好的 好 麻煩你 有沒有朋友還想發營的 就是最後一輪 舉手好嗎 OK 前 第一位 那我都在城市大學 讀著副學士 其實我有些事情想說 關於 質素的問題來講 我看到這個問題 牽涉到現在 副學士的課程 是好像商品那樣的 越低價錢 或者越低成本 做到一些越高的收入 那就越多人開 好像社工那樣 基本上都 有這樣的趨勢 越來越少的收費 越來越少錢 三萬多的學費 但是問題就是 當我們一路壓低成本 一路去 講好像商品那樣賣的時候 質素一定會是這樣被犧牲的 所以 我們檢討的時候 究竟政府是否當 教育是一種投資 是我們要自己投資下去的東西 還是一些開支 其實怎樣都好 只資課程都要 佔底補一點點 那這個就牽涉到質素的問題 好,謝謝 或者我們回到台上 李青上 我很同意剛才那位 所說的 當一種隔育 變成一種商品的時候 而且現在 負責是供過於求的情況下 就會變成劣幣驅足糧幣 大家不是鬥質素 大家是鬥價錢 大家是鬥收身的比率 大家是吹噓自己升學比率 原來那些吹噓出來的六成 原來很多是海外升學 很多是自負營區的top up 而不是大家同學上 期望的資助學位 我覺得楊院長剛才 我覺得要認清楚一個問題 大家不是否認負學士這件事情 大家是希望有一個具質素 一個是對同學有利的負學士 現在的情況就是 超過五成的負學士的課程 是雙科 而我們整個社會 是否只需要五成全部都是雙科 其他有需要的課程 人民的學科 我們看到的趨勢 越開越少 政府自己出的報告 都承認了一個問題 都認為是一個不平衡的問題 我不知道楊院長會怎樣看 如果現在出現這樣的情況 你們還會不會開一些 可能是人民學科 或者其實社會有需要 但是可能成本高的課程呢? 還是都是以市場的成本來看呢? 其實你說得十分好 就是這樣 那個副學士的認受性 當然是相當新的 副學士都是有五年六年的歷史 按照我看 副學士的認受性一直增加 現在政府或者社會人士 尤其是讀完副學士的 都有一個責任去推廣這個副學士 讓它的認受性可以增加 你剛才提到那個入學率 當然這個副學士的同學 很想再繼續入升讀這個政府 資助的學士的學位 我也希望政府可以增加這個 但是這個我相信需要一段的時間 還有需要這個政府 可以擺多少資源下去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相信整個社會都有責任 自己也要放資源下去 其實我覺得現在香港 學習的風氣是十分之好的 我們經常提倡 就是終身學習 現在整個社會來講 我們現在已經推向一個學習型的社會 你讀完了副學士 如果就算不是馬上可以 馬上可以 立刻可以含接到這個學士的學位 你以後出來做事 再讀書的機會是多到不得了 比起以前十年前二十年前 那個機會是很多很多 所以在香港現在的學生 我覺得是很幸運的 他根本就不休 是學讀不了書 好 好,謝謝 崔弘弘人 你我見到在報紙上寫了很多文 教人家怎樣選 其實我想你用一個學者的心態 去評論一下這次 這個副學士 我們實行了這麼久之後 到現在應該走哪條路才好呢 現在我想政府 就想用一個市場導向 要用一個市場的角度來講 其實可能幾個P 現在我們看到很多 自負型區的課程 都會講Promotion 講很多宣傳 宣傳說真的有些真的 有些是水分來的 那怎樣才可以分辨得到呢 這個是一個問題 第二就是價格 很多時候是降低的價格 那製作的效果也是一個問題 那我想學生關注也不是這個問題 最主要是擔心教的老師 人是什麼人 第二就是 他的Product 那個成品是什麼 剛才我想聽到很多的成品 就是畢業生出來 講出來好像都是一般的 那我想第一 是不是這樣代表著他們的質素問題呢 那最後我想說 就是政府的角色都很重要 政府現在想推回到市場人做 我嘗試問回政府 你認不認受啊 甚至乎我問 哪些是野雞大學 哪些是認受呢 通常政府的答案都是說 見仁見智 看情況 那你讀完才知道 這個問題對學生來講 其實都不是很公平 最重要是之前 他要很清楚 有沒有人可以講得到 哪些學院出來是認受 還有現在那個最後的終點 學生都不是想副學士 是想拿一個學位的 那我覺得這個是要正視 我作為一個教育專業人員 我會很同意 就說我很擔心 那個質素會下降 而是受到資源影響 然後那個質素再一步下降 但是就是這麼多年的經驗 給我們看到 就是這個呢 自然會有社會的淘汰的 就是如果你是真的放棄了質素 你那個院校也好 那個課程也好 只會痰快一現 很快就會消失的了 但是我們要留意的就是 這個這樣的自然調整的過程裡面 會令到我們一班的年輕人 是受到損害 這個是我們最不想見到 所以我也都很同意大家 所提出的那個關注 那我自己覺得就是 現在一個很關鍵的問題就是 去到我剛才都有提及的就是 我們究竟現在的學科內容是甚麼來呢 是不是貼合社會的需要 也都適合我們這班同學的那個性向的呢 那這個是很重要 譬如我舉個例就是 如果我們是讀一些 真是適合他們的性向的課程 譬如說會計那樣 我們也都有一些同學畢業出來 他找工作是贏了一個大學生的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學位 不是一個最重要的因素 就好像剛才主持說的就是 你讀出來的質素是最重要的 而且是否適合社會用呢 還有最後大概一分鐘的時間到 我想讓我們的用家 理清作為一個總結的人 究竟 目前來講 你們的心情在哪裡 我們很 就是我們剛才都講到 就是擔心自然淘汰 你放到市場裡面 受苦為學生 學生他們用了錢 給了金錢 給了他們青春 兩年的青春 去支付這個東西 去支持這個政策 我們其實希望 他有一定的資助 給他們的質素 我們其實很希望 就是 無論是院校也好 其實我也希望大家認清了問題 大家不是希望 100% 而是大家是希望 就是一個 大家合理競爭 而是能夠升讀到 現在這樣的情況 你說OK 我覺得真的 很難去接受到 還有我們覺得 不希望就是看到 要靠市場自然淘汰 到時 學生的損失怎麼辦 不是買球賽那麼簡單的 好 謝謝 城市論壇 今天討論這個 副學生的問題 時間差不多了 當然政府的報告 還有幾個月就出來了 大家可以小心點看看 今後其實 任何讀書的機會 都是值得珍惜 問題就是我們各方面 如何投入我們的資源和時間 希望政府做好些 學生 投入多點時間去到 那這個 始終是一個正確的路向 好嗎 時間到 拜拜